美韓空军举行今年第一场双英联合演习 时隔三个月 美军B-52战略轰炸机 再次飞抵朝鲜半岛 频繁军演遭到朝方警告 声称这是鲁莽的军事挑衅 这又会给半岛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们看到无论是从它的频率 它的持续的时间 包括它的整个的参演的兵力 和它演练的科目 实际上都把半岛的局势 推向了非常高的高度 不仅朝鲜的反制措施强硬 会对地区局势产生变化 那么韩国随之而来的这种应激反应 恐怕也会加剧整个半岛局势的紧张 美高官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威胁 美海军计划换防 驻扎在日本横须赫基地的航母 这又暴露美方怎样的企图 美国的这样一种军方的反应 其实是美国整体对华政策的一个反应 那么冷战思维 结成这种小圈子来共同对抗中国 进而封堵中国 持续你的经济发展 已经成了美国的国家战略 美意园爆料称 无方正向美国寻求MK20极数炸弹 北约多国还在爱沙尼亚 执行空中警戒任务 一系列动作下又会带来多少变数呢 防务型观察 特要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型观察 我是宁钊 今日美韩频繁进行联合演习 对此朝鲜方面警告称 这是使朝鲜半岛局势 越来越紧张的鲁莽军事挑衅 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据韩联社报道 美韩空军于3月6号至10号 举行今年第一场双鹰联合演习 双鹰演习是始于1997年的 韩美联合营级空演 美韩空军今年计划举行9次双鹰演习 报道称 此次演习在美国第七航空军 第51战斗机连队驻扎的 乌山空军基地举行 包括韩国空军F-15K战斗机 美国空军A-10攻击机等在内的 十多架军机参演 另据朝中社报道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 金宇正7号发表谈话称 朝鲜在部署于美国管辖权的 公海和公寓进行战略武器试射 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毫无危害 如果美国对此采取 拦截等军事应对方式 将被认为是对朝鲜宣战 此外 朝鲜外务省6号表示 美军B-52战略轰炸机 三个月来再次飞进朝鲜半岛 同韩国进行今年第五次 联合空中演习 这次使朝鲜半岛局势 越来越陷入无法摆脱之深渊的 鲁莽军事挑衅 此外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 日韩两国政府已在协调 韩国总统尹熙悦3月访日事宜 报道称有方案提议 日程安排在3月16号至17号 而另一边 韩国总统市发布消息称 韩国国家安保市市长金圣汉 于5号启程赴华盛顿 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 外媒预测金圣汉此行 可能是在为韩国总统访美铺路 那么美韩空军为何此时频繁连演 又会给半岛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防武型观察正在播出 欢迎两位 首先请教李女士 我们关注到美韩近期 是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 那么在6号要举行今年的第一场双赢演习 从现在释放的信息来看 双赢演习今年要举行9场 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个频次呢 我觉得这个频次相当高 原因是在于双赢演习 虽然是97年开始 双方的联合的空中的演习 但是它是个营级规模演习 那么作为一个营级规模演习 更多的它是一个战术动作的配合 而且选择的就是在乌山这个基地 我们知道在韩国有两个比较重要的 美国驻韩的空军基地 一个就是群山 一个是乌山 那么群山实际上也是在 整个韩国的西海岸 也就是在西部 实际上整体容量 可以达到350架飞机 这个规模是相当大的 所以它这次选择 就是说以这个营级规模演习 我觉得如果从现在开始是第一次 我们看到是3月份 那要是进行9次 那相当于每个月都会有一次 就当下它就会把这个压力 实实在在地传导在当下的半岛 这是我们首先看到的 那么第二个层面 就是从当下来看 它为什么要演练在整个 韩国西海岸的演习 我觉得本身展示美韩的 这种近距离的空中动作的紧密性 因为它从最早的时候 设计的就是双方的战斗机的飞源 驾驶的彼此的战斗机 飞向彼此的驻地 就是在目前的乌山 它是有韩国的51空军连队的 但是在韩国半岛 其他的地方上 还有韩国空军自己的基地 所以它相当于是互相对飞 那么这个本身就表明 就是我所有的空中警戒系统 我的空中引导系统 包括机场的条件 包括保障条件 完全都是可以共用的 它这个就是互操作的能力 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 如果再考虑到 现在整个半岛 从年初到现在 美国频繁的演习 包括下一阶段 会开启更大规模的自由护盾 那当然你一次一次地逼近 包括一次一次地近距离的操作 所以下部我们完全可以看到 就是明明是一个 迎级规模的战术演习 它把它打造成了一个较大规模 而且持续性 频率都非常高的演习 那请教林女士 我们看到美军的B-52战略轰炸机 是时隔三个月再次飞进朝鲜半岛 那前几期的节目中 我们提到了美军的B-1B战略轰炸机 MQ-9死神无人机 都飞抵到了这里 您觉得美军此时将这些重型武器 部署在朝鲜半岛方向 究竟想干什么呢 我想这个频率它高在 就是是进入到三月份以后的第二次 就相当于今年一共就这是第二次 但是它三月三号B-1B刚来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那当然它这个间隔太短了 因为它的自由互动演习 是三月十三号到三月二三号 也就是间隔上也就十天的时间 你又把B-52弄过来了 那当然整个半岛就成了 美国战略轰炸机的演练场 这个意味它是毫无疑问的 就是美国所谓的这个灵活的威慑 然后按照这个随机的态势 来灵活地布放它的这种战略的大兵器 那么当下它成了一个常态 而且演练的频度高 它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就双方呢 比如说在这个高强度的 紧密的这样一个结合当中 它的整个的战术动作 能不能起到更深的融合 因为它这次我看到B-52来 它会用F-15来给它护航 那么这个就像我们上一次谈到的 你三月三号的时候 B-B它就是和航空空军的F-15 F-16 包括它还出动了MQ-9 它是多机型的一个综合演练 那么那一组进行完了以后 我又把B-52过来 然后用F-15给它护航 那么后续我们知道 会不会有更大规模的调用 这都是要看的 因为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消息 那么下一步 你看它如果要说 按照自由护盾的这个规模 我看到它比这么多年的 2-COW这个演习规模还要大 而且这是时隔五年来 启动的首次战区级的 大规模的这个视频演练 所以整个给半岛传递的信息 我们看到无论是从它的频率 它的持续的时间 包括它的整个的参演的兵力 和它演练的科目 实际上都把半岛的局势 推向了非常高的高度 而且印太司令部 司令那个阿奎利诺 他不是公开讲了一句 非常具有挑衅性的话 他说一旦朝鲜发射了洲际导弹 那么美军是可以实施击落的 就是这种表述 实际上我们觉得 对于半岛局势 都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张先生 同时我们关注到 有消息披露说 韩国总统尹熙悦 近期计划访日 同时韩国还有高官赴美 说可能是在为 韩国总统防美打前站 您怎么看待这一系列动作 我从两个层面分析 一个是从表面层面 我们都知道 尹熙悦政府执政之后 摒弃了过去文在寅政府的 相对和缓的外交政策 而是采取了一边倒的 倒向美国的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 自然韩国方面迫切的希望 能够得到美军的相应的支持 加强跟美国的联系 同时也希望跟日本 进行更有效的一个沟通 所以你看它这个相应的一些访问 包括一些外事活动等等 主要目的就是两个 就是继续密切美日之间 跟韩国的这样一种同盟的关系 我们知道日本跟韩国 在领土问题上 在历史问题上 是有着很多的积怨的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韩国的这样一个 至少从韩国政府来讲 它的改弦更张的 这样一个幅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看到 从两点分析上 一个就是导向美国联合日本 形成这种战略同盟的意味 是非常强的 韩国的意愿是非常迫切的 但如果从深层次来讲 尹熙悦为什么感冒天下之大不韦 在对日问题上改变以往强力场 而是一种可以说是降低姿态 甚至被韩国民众称为 叫丧权辱国的这样一种行为呢 还有一种就是它的紧迫感 这个整个半岛的局势 越来越紧张 但是如果你要再往这个深层次倒 为什么朝鲜半岛局势会紧张呢 核心问题是呢 恰恰是美国的军事介入 美国的势力介入到朝鲜半岛 加剧了地区局势的紧张 所以从根源上 还是美国这种霸权 和维护所谓自身的 绝对安全的 这样一种冷战思维在作祟 近日美高官再次炒作 所谓中国威胁 与此同时美海军还计划换房 驻扎在日本横须贺基地的航母 防务型观察稍后继续 据报道 近日美军陆军部长沃尔穆斯 和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福林 在一次美国企业研究所举办的 讨论会中渲染所谓攻台威胁 并以此为借口要求国会 保证陆军能够得到所需的拨款 声称美国陆军在未来台海方向 可以扮演所谓新的关键性角色 此外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报道 近日美飞两国海军陆战队司令 共同参观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几个训练基地 两国海军官兵 针对岛屿作战相关经验 进行了交流 邻居日媒报道 美国海军已开始准备到2025年 替换驻扎在日本的 里根号航空母舰 这是其唯一一艘前沿部署的航母 报道称 华盛顿号航母预计将携带新的无人加油机 驻扎横须贺基地 据悉 华盛顿号目前正在弗吉尼亚州 纽波特纽斯造船厂 进行中期维修和燃料补充 这一工程已经耗时超过五年半时间 作为其中部分内容 航母正在进行改装 以部署MQ-25A黄雕鱼无人加油机 它可以在距离航母 800公里远的地方 给FA-18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机 EA-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 和F-35C战斗机等舰载机加油 那么美方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威胁 又想制造怎样的危机态势呢 防武型观察马上播出 好 请教张先生 我们关注到美陆军高官 近日是再次炒作所谓威胁 又扯出台海议题 还以此为借口要求美国国会拨款 您觉得这是在做什么盘算 我觉得它有好多用意 首先第一 刷存在感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全面对抗中国 成为它的整体亚太地区的战略之后 那么它的各个军种 都希望在台海问题中 刷刷存在感 分一杯羹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在台海地区作战的话 美方一般来讲 仪仗的是什么 海军和空军 对吧 它的舰队 它的航母战斗群 它的空中打击力量等等 陆军在这里面显得相对尴尬一些 所以这种尴尬呢 它又不愿意让自己游离在这个问题之外 所以它要强调陆军在台海地区的重要性 第二个就是要钱 所以这个时候 它希望借助陆军在台海地区的一个重要性 甚至是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 来目的是让国会能够重视陆军 给陆军拨钱 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 你就看到他们基本上把台海问题啊 就当做一个热点问题来进行相当的炒作 而且他们的这样一个关注点 就美军的关注点 其实是美国政府的台海地区政策的 对华政策的一个集中反应 我们看到美国是希望在台海地区 利用原有的这所谓第一岛链 能够形成对中方的权限的一个遏制 那么权限的遏制 就需要大量的武器装备 大量的人员介入 甚至在美国兵力不够的时候 要介入在亚太地区的盟友 像日本 韩国等等 来进行一个就是同盟似的 这样一种对中国的封锁和遏制 所以美国的这样一种军方的反应 其实是美国整体对华政策的一个反应 那么冷战思维 结成这种小圈子 来共同对抗中国 进而封堵中国 持续你的经济发展 已经成了美国的国家战略 那美军不仅在台海有所图谋 我们看到在南海也是动作不断 李女士 我们观察到近期美菲的海军陆战队的司令 在美军基地进行了一个交流 那你觉得美国当前 不断地拉拢菲律宾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意图应该很清楚 因为我们看到这次是美国海军战队 和菲律宾海军战队的司令 是在美国的三个州的海军战队基地 进行了广泛的学习调研 所以这个规模我觉得是相当大的 相当于美国是全面开放了 它的海军战队的相关的训练场所 给菲律宾的整个的军官 提供一个现场的一个蓝本 我看它到了是华盛顿 那么包括弗吉尼亚 包括加州 彭德尔顿 那个最大的规模的 海军战队的训练基地 所以这种开放 应该说已经达到了 前面没有看到的程度 那么它就为下部 就双方进步地合作 它是打下了一个比较深的基础的 所以这次先到美方来 那么下部就会把这样一个重心 就可以移到菲律宾 目前的这个基地里 那么进行进步的联合演训 因此从这样一个过程来看 我是觉得美国当下 已经把菲律宾 它整个作为前沿 整个滨海作战团 跳岛战术 包括下部进攻战术的 一个出发基地 所以当下这个转型就是说 它就是要组建三个 全新的亚太地区的 滨海作战团 一个就在冲绳 一个在关岛 一个在夏威夷 那么将来就是它这几个团 它不是固定的 除了冲绳这个方向 更多的在新南猪岛方向 那么其他的 它都会采取随机部署的方式 在广阔的印太区域 实施它快打快撤的 这样一个演练 那么这个快打快撤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部署的前沿基地 那当然就是南海 而在南海去 那当然菲律宾 是最理想的一个地区 当然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依托菲律宾 实施补给 就是你不能说 我一个滨海作战团 这么小的单位 然后我再带着 我这个后勤补给的东西 在这个地方 它就得依托菲律宾 自身的岛屿的 特殊的补给 那么当然双方就需要 有深度的合作 因此现在就是从 目前的基地的共建 共用到下部联合演训 这个和深度的 双方的战术的结合 这是一个一体的 同时我们还关注到 日媒近日是在炒作 这个未来美军航母的 换防计划 其中还提到说 这个改装之后的 华盛顿号是可以搭载 黄鲦鱼无人加油机 这意味着什么呢 黄鲦鱼自身 它的体格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它和我们一般 意义上理解的无人机不一样 它的最大体费重量 可以达到20吨重 你想这样大的一个体格 它又是无人的 那么也就是它的 有人的这个生命 保持这套系统 它是不需要的 所以它当然就给它 带更多的油 飞更远的距离 给更多的战斗机 实时加油服务 提供了条件 那么当然它从后勤 补给方面 它上有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节约 而且它的能量还比较大 它是在离航母的 800公里范围的 这个距离上 它可以带6到7吨的油 它当然可以给较大规模的 这个战斗机加油 就不是一架 它可以给4到6架战斗机加油 而且可以让F-18的作战半径 从过去的800公里 扩大到1300公里 那么当然它就可以在远离 对方海岸线的安全距离上 实施加油以后 然后战斗机在较长的奔袭距离 打击对方的内陆纵深 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有比较 可以说需要较高的 网络技术和新衣技术做辅助的 同时在布什号是第一艘测试 黄鸟鱼无人加油机 能够起降的航母以后 其他的都做了相关的改装 所以我觉得 就是下一步 华盛顿搭载黄鸟鱼出现在亚太 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张先生 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美方的这一系列动作 究竟是想要在亚太地区 制造怎样的危机态势呢 其实美国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 在亚太地区投入 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封堵中国 就是要遏制你 那么遏制你呢 它就采取了海陆空 包括太空等等 全方位的一系列的遏制的手段 而且它最主要的 就是我如果单从这个战术上来讲 你比如它的侦察机的抵近侦察 比如它这个派出舰机 穿越台湾海峡等等 这种挑衅性行为呢 都是它总体宏观战略的 中间的具体的一些举措 而从总体战略来讲 无非是一个 在这个亚太地区 形成新的安保的联盟 那么打造一个 所谓新冷战的这样一个态势 另外引入外部势力 它的外部势力是什么 是比如像北约 我们知道 针对亚太来讲 北约是个预外组织 但是今天北约我们看到 渲染中国威信论 为自己的势力扩张到 亚太地区再寻找借口 那么北约本身来讲 也要打造所谓 北约全球化等等 它要把它的整体的势力 要往亚太地区推 这样的话 美国既有了相应北约的依仗 同时呢 又能让北约的这种 全球掌控力进一步的加强 但这种做法 其实呢只会加剧 这个局势的紧张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 近日巴赫木特地区 成为俄乌双方争夺的重点 美医员还爆料成 乌方正在向美国寻求 MK20极数炸弹 我们来看短片 近来巴赫木特地区 成为俄乌双方争夺的重点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 当地时间6号表示 他已下令增援乌军 在巴赫木特的阵地 另据路透社援引美医员消息 报道称 乌克兰正寻求美国 为其提供极数炸弹 以供无人机使用 并在战场上对抗俄罗斯 据报道 因为极数炸弹可造成 在大范围无差别杀伤 严重危害平民安全 所以已被120多个国家禁止使用 美医员还透露 乌克兰官员在上个月举行的 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敦促美医员向白宫施压 批准对乌提供这种武器 但到目前为止 拜登政府还没有明确表态 与此同时 当地时间3月7号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在访问约旦期间表示 就算乌克兰撤出巴赫木特 也不会改变战场的趋势 如果乌克兰军队 选择在西面重新部署防线 它不会将此视作战术 或实际冲突的挫败 对此外媒分析称 乌克兰背后的北约力量 可能已经为退守 开始做舆论准备 此外 据美媒3月6号报道 北约多国空军将参加 在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边境地区 执行的空中警戒任务 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 在接受采访时证实该消息 并表示 英国将与德国一起 牵头这次空中警戒的任务 据悉 此次英国准备派遣300名 英国皇家空军人员 而德国空军 则将派遣台风战机参加 那么乌克兰不断向美国 寻求武器增援 会给地区局势 带来多少不确定性 北约国家此时在爱沙尼亚 执行空中警戒任务 又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防武型观察继续解读 好 请教李女士 我们关注到美议员爆料称 说当前乌方正在向美国 寻求MK20急速炸弹 这是一款怎样的炸弹呢 如果说投入战场 会对战局带来怎样的影响 美国研提出来的这次 可能想让美国援助给乌克兰的 这个MK20 那么这型它上市比较早的武器了 它是上世纪60年代 那么当时研发的 整个70年的时候装备的 那么装备以后呢 大家知道呢 在后续的战场上 它曾经多次使用过 那么它首先那个特点 就是它的散布面非常大 携带的子弹药非常多 一次可以携带247枚 而且散布的面积 是4800平方米 我们知道 那是相当大的一个区域 那么当然 这个区域内所有的目标 它是都会被摧毁的 那这个残忍度 我们知道是很高的 同时呢 这种急速炸弹呢 它从技术方面来讲呢 它有个比较大的不确定 就是它有10%左右的子弹药 通常会不会爆炸 因为它投下去的时候呢 它是个弹箱似的 就投下去的过程当中呢 它有一部分 你不能保证每一枚都爆炸 这个威胁更大 就是它后续如果说 它不确定的岩石爆炸了 或者说呢 有的平民踩上去以后 它的效能和一般的 反步兵地雷的效能是一样的 就有可能你的腿 你的肢体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潜在的威胁是极大的 因此这个信息提出来 我们觉得这个本身 它存在着一个新的不确定 就是过去呢 我们说看到的都是 精确制导武器的射程 我们追求比如说 150不够是吧 它是说300 然后800 1600 但是现在呢 就是我就是在这个 整个敌我混杂的区域 而且还交杂着 大量的平民的区域 那我都有 想使用急速炸弹的考虑 那这个我觉得 把这个战争前景 推向什么样的程度了 所以本身这个信号伤 是非常危险的 那请教张先生 我们关注到美防长 今日表示说呢 说就算乌克兰撤出巴赫木特 也不会改变战场的趋势 并且不会将其视为冲突的挫败 那我们看到就有分析说 这是在为乌克兰的退守 要开始做舆论准备了 您怎么看 美国这个说法呀 其实是在给未来 可能存在的退守 在铺垫一个下台劲 对吧 前一段时间呢 确实乌军撤出巴赫木特的意味 是非常强的 我们曾经看很多媒体报道啊 已经有乌军通过装甲车呀 等等啊 在撤出 但是呢 包括泽连斯基 包括泽连斯基也说 我不愿意白白牺牲乌军的生命 等等也有 但是这两天 包括他在短片里面也说了 六号的时候又表示要增兵等等 那么同样 从俄罗斯方面也加大了 在这地方的攻势和打击 所以双方处在一个胶着状态 但是不排除 如果乌军扛不住俄军的打击的话 那么有序的 或者说是相应的撤出 这个巴赫木特 也是一个选项之一 所以美国人现在在这 放这种风 其实是在为未来的所谓退守 在找到一个相应的理由 就是虽然退了 但是不因为战场态势 形势发生改变了等等 这完全是一种 我觉得政治上的话术啊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 我们能看出 俄乌局势一年多了 那么相应的 给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所以中方所提出的 在俄乌问题上 其实四个字非常的关键 叫劝和促谈 这就是中方的观点 就这种样的地区局势 还是要通过谈判 通过和平的方式 对话来加以解决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而在当下 双方之间这么胶着 北约又不断地向乌克兰 提供武器装备的时候 只能是火上浇油 就是北约的做法 只能是火上浇油 让地区局势越来越紧张 所以美国的这样一种 霸权的行为 其实不仅没给世界带来和平 反而给地区之间的混乱 更加地雪上加霜 火上浇油 制造了更大的麻烦 那最后请教 李女士 我们关注到近期 北约多国的空军 是计划在俄罗斯 与爱沙尼亚的边界 执行一个空中警戒任务 而且我们注意到 是德国和英国牵头的 您觉得这是放了什么信号呢 我想这就是美国和西方 正在轮讯整个的 布加勒斯特九国 因为在这次 俄乌冲突一周年的时候 拜登当时到波兰区域上 会见的就是 布加勒斯特九国的领导人 那么从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看到爱沙尼亚 它的东部就是和俄罗斯接壤的 这个同样都属在 整个北约的最前线 所以它这个轮讯 你看波兰 那本身就已经 美国已经给它 最大的支持和加强 而且拜登直接就是在波兰 在一周年的时候 选择在这发表的演讲 以爱沙尼亚作为一个 前沿的这个轮讯对象 这是当下一个新的态势 因为从这次 巴勒斯特的前景来看呢 可能应该说是非常困难了 那么将来比如说 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 新的战场的重新分布 那北约需要有所准备 所以我觉得这次呢 就是相当于 那就不是美法再主导 它是英国和德国 而且英国 德国 在这里面发挥的作用不太一样 我看英国主要出动的是 指挥人员有300多名 而德国呢 还有出动台风的战斗机 实际上这些呢 它都会在波罗对海上空呢 形成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空军的连演连训 这个连训呢 对于抵御 比如说未来俄罗斯 可能在这个整个的 俄罗斯的西部地区 北约的东部的最前线 那么形成一个训练有序 而且有应对 我相信它那个兵器推演 肯定也演练了 俄罗斯可能的这个进攻方向 那么这些方向呢 都是北约需要防范的方向 当下所有的一切 都在为战场可能出现的变化 在做准备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 中国军事网 或是关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中央人民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央人民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